美国在去年遭受中共病毒袭击 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 多个州寻求退休医护人员的协助 芝加哥一名退休急诊医师阿特曼 在与前谷主了解医院情况后 接到了州长普里茨克的电话 开始回到医疗前线 接听医院的热线电话 协助批准中共病毒的检测 和病人入院程序 而在美国疫情的重灾区纽约 州长古墨当时公开向全国医疗人员请求协助 据报道 全美有约8万名退休的护士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 志愿到纽约帮助对抗疫情 当时在纽约州一所大学任教的呼吸治疗师 佩迪科恩向媒体表示 不忍看到过往同事疲惫不堪 决定重回医院现场协助 2020年爆发前所未见的疫情 也让美国医疗部门开始思考 或许发展一套退休医护人才联系网 能让有热情有技能的退休人士 在关键时刻继续帮助社会 新唐人亚特电视张瑞珍 整理报道